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跑 我这 还敢多想 别别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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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经理 我是这的经理 真是误会 我这经理干嘛呀 交给你们了 谢程 出什么事了 奶奶 没什么事 刚才锦西去酒吧了 我刚把她接回来 她到酒吧去了 锦西人呢 喝了点酒 在楼上睡了 喝酒了她 那你让这些血是怎么回事啊 奶奶您别紧张 刚才跟别人打了一架 这血是别人身上的 不是我身上的 你打了一架 怎么还打架了呢 刚才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 就是啊 锦西也是的 这么晚了一个人跑去酒吧 这酒吧是女孩子 应该去的地方吗 奶奶 你也别着急 你看 幸好今天妹夫没什么事 天又这么晚了 要不让她先回去休息 明天再说吧 是啊 奶奶 时候又不早了 你也早点休息 我得上楼去洗个澡了 晚安 这个贺锦西 她到底想干什么呀她 奶奶 你别生气了 你要注意身体啊 气死我了 奶奶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 明天再说 好不好 你想到这个顾七成 这么在意宿远希 害我浪费这么多时间 不如把心思花在老太太身上 也许这样比较容易一点 不如把心思花在老太太身上 也许这样比较容易一点 也许这样比较容易一点 今天还好是我及时赶到 要是下次你不在我身边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 剩不多也不少 才能忘记到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叫花吗 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印象 就是她浇花的身影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种了很多的花 我妈妈每天都会把所有的花浇一遍 但是突然有一天 一次车祸 夺走了我爸爸妈妈的生命 当时我特别恨自己 我恨自己太渺小 没有能力保护我的亲人 所以我长大之后告诉自己 一定要变得强大 只有强大了 才能保护我的亲人 一定要没必须藏着真话 每当我想起我妈妈的时候 我都会交往 也许 还能忘掉 这就是对她怀念和祭奠的一种方式 一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 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 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蹊跷 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 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 是非要去那座城堡 奶奶 你昨天晚上一定没睡好吧 你别怪我表妹 我代她向你道歉 您千万别气坏身子啊 不会的 自从景夕嫁到我们家呀 一直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姑娘 我们都很喜欢她 可是这段时间也不是怎么了 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可能是因为她心情不好吧 心情不好 她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她有什么心情不好 喂 小葳 言心 你没事吧 昨天那事跟谁啊 跟你什么关系啊 你现在在哪儿啊 你都说话呀 小葳 小葳 我突然又觉得自己有点晕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 等我好点等你打电话啊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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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天哪 今天你��은多么快乐吗 我没有想说他 我不想想问他 是谁的 你一直在看过我 就开始演示我 来想让他走 去我就把他做了 我今天在不开手 我现在在不开眼前 锦西这个孩子从小特别爱玩 你说我一个做表姐的 能不说她吗 那时间长了 她就觉得我多管闲事 和我生气呗 你管她是应该的 像酒吧那种地方 是女孩子能去的吗 那么乱 昨天晚上西城 从酒吧回来满身是血 把我给吓坏了 万一她要是出什么事 我怎么跟她 死去的父母交代 那奶奶 你别动气 别动气 回头我一定说她 好不好 你告诉她 下回若是再这样 可别怪我不给她情面 是 奶奶 奶奶 我出去走走 你跟奶奶说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说啊 苏妍夕 我当初真是小看了呢 你供你男人有一手 你胡说什么呢 谁供你男人了 我本来是让你掩护我 没想到你跟我抢男人 你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当初我也觉得不可能了 但现在这个就是事实 顾西城她对你动了真心 从我进入顾家那天开始 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 我都做了 harder 贺景熙 你到底什么时候把妈妈还给我 等你离开顾西城 我自然会把你妈还来 我妈 她不是你妈妈吗 她不是我妈 从她和贺震东离婚的那天起 她就不再是我妈妈了 当初她不要我 现在想我认她 怎么可能 贺锦西 离婚这件事 你怎么能怪妈妈呢 到当初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你不知道是不是 爸爸那么好赌 赌输了就喝酒 喝多了就打妈妈 那种生活让她怎么忍得下去啊 忍不下去她就离婚 就带着你一走了之 把我留给贺震东 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贺锦西 你太自私了 那你知道这些年 我跟妈妈是怎么过来的吗 你跟那个女人怎么过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但是现在 是你抢了我的男人 霸占了我的位置 也是你欠我的 贺锦西 如果不是因为妈妈 根本就不会站到这儿 你想要什么尽量拔回去好了 我不稀罕了 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 酒吧里边那几个下三滥 被猛利教训了一顿 现在躺在医院里边呢 你要是觉得不过瘾 等他们出了院 我再替你教训他们一遍 怎么样 不用了 那个酒吧谁开的 好像是吴东那小子吧 吴东 别人开酒吧 他也开酒吧 他那个酒吧什么人都去 你跟他说一声 让他别开了 否则我对他不客气 行 西程啊 小嫂子看上去 不是那种 喜欢去酒吧的人呢 她怎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 她最近有些心事 问他他也不说 那他现在怎么样啊 还好吗 没什么 就是喝了点酒 让他受点罪也好 这样 他以后就不会出去乱跑了 会调教 常副总 我 顾总在里面吗 顾总有朋友在里面 可能现在进去不太方便 这份企划 你帮我交给顾总吧 我就不进去打扰了 我想这次 他应该满意了吧 常副总 您没事吧 是有些不太舒服 你跟顾总说一声 我先回去了 那您快回去休息吧 颜希宝宝 您还没跟我说呢 那个男人是谁啊 长得好帅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哎 我还没问你呢 你昨天晚上怎么回去的 昨天晚上 他手下的人 带我回去的呀 不过嘴都是挺严的 问什么什么都不说 宝宝 小宝宝 告诉我啊 他谁啊 谁啊 好好好 我老板 你老板 我怎么觉得 他对你不太一样啊 昨天还跑到酒吧救了你呢 其实昨天的事是个巧合 本来我老板给我打电话呢 是想跟我聊点 工作上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你一几天话了 跟他说 我俩就把你出事了 所以特别特别巧 他就过来 把我们俩给救了 是吗 反正 我总觉得吧 他对你不太一样 你说你啊 你又一个那么帅 那么好的老板 你怎么就不早点介绍给我呢 要是能早点遇见就好了 你赶紧把这个材料给他送过去 好的 快去 方叔 少爷 少奶奶呢 今天情况怎么样 少夫人出去了 出去了 您去忙吧 你在哪儿呢 什么时候回来 我很快就回去了 不用担心我 早点回来啊 好 奶奶 我上楼吧 医生 你过来一下 坐 好 怎么了奶奶 最近这个贺锦西啊 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不行的话 你们俩就分开吧 奶奶 您说什么呢 锦西好好的 为什么要分开啊 你先听奶奶把话说完 我以前啊 也很喜欢这孩子 她乖巧 懂事 孝顺 可是最近我发现啊 她身上有太多太多的坏毛病了 现在想想看 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啊 那全都是装出来的 奶奶 怎么可能是装出来的呢 锦西本来就是这个性格 要是她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她现在的表现 你又怎么解释呢 花起钱来大手大脚 到酒吧喝酒 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要再怎么下去 那我们顾家的形象 可全都毁掉了 奶奶 奶奶 这里面有些误会 等她回来 我跟她好好说说 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她要是出什么事啊 那也就罢了 可是她还牵连到你 让你去跟人家打架 那天晚上 你要是出什么事的话 那你说 奶奶可怎么办呢 好 奶奶 您就别胡思乱想了 我顾西城能出什么事啊 这件事啊 全都怪奶奶 是奶奶没有给你 选好这个媳妇 好在啊 你们俩现在还没有孩子 赶紧把婚礼了 奶奶一定啊 给你找一个更好的 奶奶您说什么呢 这好端端的离什么婚呢 就连她的表姐都说她 说她读书的时候啊 就是一个很贪玩的人 什么 这些话是苏彦夕说的 是啊 要是外人说的话 我还得要思量思量呢 那是她的表姐 能说假话吗 哦 我知道了 这要是外人说 我还可以考虑 要是这个女人说 千万不能相信 奶奶 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人 不能相信她的话 不能相信 哪有做表姐的 在外人面前 说自己表妹坏话的 奶奶 您有没有发现 自从这个女人来了之后 咱家就没太平衡 而且是她来了之后 锦西才发生的变化 那赵女的意思是说 这个女人 是另有所图了 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单纯 而且 居然有一天 她跑到我房间去了 我估计 对 锦西是知道这事了 才发生的变化 还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是顾忌到锦西的面子 才没有把这事说出来 没想到 她先挑拨你和锦西的关系 这种女人咱家不能量 明天我就把她赶出去 计程 你先不要这么激动 我看这事啊 没有那么简单 这事呢 就交给奶奶来办了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女人 奶奶 听话 咱们再观察她两天 好吗 就两天 行 靠西城 你个王八蛋 居然这么坦虎这个贱人 还想把我赶出顾家 简直就是白日作梦 你这次算惹错人了 我不但不会走 我还会想尽一切办法留在顾家 直到夺回我想要的一切 包括你 你怎么在这儿 这也是我的房间啊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顾先生 你干什么 你没事了吧 我能有什么事 行了 我答应你 以后不会再理他了 我顾西成除了自己的老婆 不会再跟别的女人 有任何关系 行了吧 你跟其他女人 有什么关系 跟我有什么关系 顾西 别闹了 谁跟你闹了 无聊 奶奶 你找我呀 来 坐坐坐 奶奶呀 想跟你谈谈戏 好啊 我呢 有点私事啊 想问问你 不知道你是不是介意 奶奶 你这个话说得太见外了 我们都这么熟了 你有什么事问吧 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 奶奶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我之前一直考虑学习上面的事情 所以没有交男朋友 你现在啊 已经毕业了 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你看你长得那么漂亮 要求一定很高吧 我没什么要求 只要人好 对我好就行了 那经济方面呢 有没有考虑啊 经济方面 那就更没什么要求了 奶奶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那太好了 我呢 有一个远方之孙呢 想介绍给你 他呢 现在啊 在大学当老师 长得那是意表人才 人也很好 家里的条件呢 虽说不是什么大富大贵 那也算是个小康人家了 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标准的书香世家 我看你们两个 倒是挺般配的 奶奶 我知道你为我着想 但是我现在 真的没考虑个人问题 怎么 你是觉得 我这远方侄孙 陪不上你是吧 不是 不是 奶奶 我不是这个意思 奶奶介绍的人一定很优秀 好了 行 别说了 听我的 每天呢 我安排个时间 让你们俩见个面 你呀 肯定会喜欢上她的 常志成 你是 你先回去看看 然后再继续待 这样能行吗 不行也得行 这个老太婆 已经给我介绍男朋友了 我必须有所行动 这个计划一旦成功 你就可以离开顾家 而我可以名震言顺地 留在顾家 即使顾西成对你还有感情 时间长了一样忘了你 你照照镜子看看 你现在这副表情 我说你喜欢上顾西成 你还不承认 不过承不承认也不重要了 你必须要听我的 不然我怎么把妈妈还给你啊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除了选择相信我以外 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你放心 我说到做到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你怎么帮我完成计划 你俩商计划 不可视计划 真是发生的 你也不承计划 我记得了 我工作室 以下会去顾待侯家 又想留一个顾家 提侯家 你会有事 你会有事 想想多的单身 应该要买了 前两天都是我不好 我让奶奶担心了 今天呢我想请奶奶吃一顿饭 就算跟奶奶赔罪了好不好 好 只要你们俩好好的比什么都好 以后啊 有什么事要说出来 奶奶会给你做主的 可不要像前一阵那样 差点惹出事情了 我知道了 奶奶 走吧 小小小小小的 小小小小的 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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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糟了 怎么了 奶奶 我才发现 我把钱包丢在家里了 吓了我一跳 我以为什么事呢 奶奶这有钱 那怎么行呢 今天说好的是我请奶奶吃饭 当然得我掏钱才行啊 你这孩子 好好好 听你的 回家去取取 调个头吧 苏芸汐 你怎么在这儿 你想干什么 西成 我们都躺在一张床上了 还能干什么呀 不是 你疯了吧你 你快出去 出去 西成 你别这样 苏芸汐 疯了吧 这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赶紧把衣服穿起来 太过分了 景希 奶奶 景希 我回头再收拾你 我回头再收拾你 何景希 你等等 你等等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一切都是苏芸汐搞的鬼 我什么都没做 你放开我 顾许成 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奶奶也在旁边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真的不是我 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跑到我床上来 我也很纳闷啊 人在你床上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顾许成 你有什么好装的 我们离婚吧 如果有人在等她 拨弄她的头发 思念可在强和我 如果感情会挣扎 没有说得如鸦 把往回的手放下 你不要说什么 你就是跟紫草的 我说什么 你还没想って 你还能够地 你还不配合我 我就是不服我 你还不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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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服你 你还不服你 你还不服我 你还不服你 我还不服我 他不服你 我只好 你还不服你 你还不服我 我 kabo你了 乃乃 奶奶 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真的是西成他自己主动的 我也是受害者 可是他现在把所有责任 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 奶奶 你一定要帮我 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奶奶 苏颜希 西成 西成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故意设计害我 为的就是弃走锦西 你好留在这个家里 我告诉你别做梦了 我顾西成就算没有女人 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我看见你就恶心 西成 你说什么呢 奶奶 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搞的鬼 让她滚出我们的家 否则我绝不会饶了她 老方啊 给苏小姐收拾一下东西 让她离开这儿 是 师父 马利亚医院 好 好 方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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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帮我向奶奶求求情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想离开这个家 苏小姐 是 顾家的少夫人是你的表妹不是你 奶奶这个称呼 好像不是你可以叫的 再说了 少夫人和少爷闹了矛盾 都不愿意留在顾家 你又怎么可以留下呢 失陪了 方叔 早知道这样就不该进去妄动了 现在看来 只能让苏妍熙和顾西成仙做个两端 病人这两个月一直在我们医院 也没有人过来看护照顾 如果不是住院费用已经交了 我们还以为你不管他了呢 我妈妈在这一两个月了 我也搞不懂你们子女是怎么想的 就算工作再忙 也要过来看看 对不起啊 都是我不好 妈 都是我不好 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 这么长时间 我还以为贺几席真的把你带出去看病了呢 我以后再也不相信贺几席了吗 陈南那块地理事企业也有意义 出的价格不比我们的地 现在两边僵持着 暂时还拿不下来 我以后再拿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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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块地李家也掺和进来了 你干什么吃的 城南那块地 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来 为什么要等到今天 你是陆志啊 听不懂我说的话 滚 我叫你滚你都听不懂吗 滚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有关机 您拨打的电话有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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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在我们家的附近 又看见那个苏妍熙了 是 他叫得西窗他们两口子 都要离婚了 他还心不够啊 如果以后再看到他 在我们家附近的话 你就报警 是 我明白 老夫人 老夫人 少夫人她 真的不回来了吗 这事啊 也怪我 当初她表姐来的时候啊 警绪的情绪就不对了 当初要是早点发现 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 您不必太自责了 不过 少夫人离家出走之后 少爷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坏了 不管他 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 他自己做出的事情 让他自己负责 如果锦西不肯回来的话 那也是西城他自找的 也不知道锦西啊 现在怎么样了 多好的孙媳妇 你说 他怎么会有这么个表姐呢 你干什么之类的 承担那块银 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了 为什么要等到今天 你是洛志啊 你听不懂我说的话 滚 顾西城 竟敢这样侮辱我 你 你 算什么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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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你 我把话说清楚 从我的面前消失 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西成 西成 你听我解释 我今天来就是向你道歉的 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 那也是因为我爱你 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 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受了 贺气息跟你不一样 你喜欢的不是我 而是我们顾家的钱 你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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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点声 西成 不是你 不是这样的 西成 进来 欢迎了 好 给你妈擦脚呢 对啊 前段时间我看你总不来看你母亲 我还以为你对老人家不关心呢 现在看来你对你妈妈还挺好 前有点时间太忙了 一直突破开心 以后不会了 对了 苏小姐 哎 这个月的护理费该交了 你有时间过去交一下费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啊 没事 你哭泣着 你个胡搂的 我 感觉这样 太好了 服务员 给我酒 给我酒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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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可好 先放短我再说 上阵 我最近交了个女朋友 我觉得 我这辈子就是她了 你说这话也不能信吧 你有可能一辈子 就得一个女朋友 相信我意思好不好 这次是真的 真实 我爱心的样子 你却挺难忘 穿了不够长座 飘如陌生的手末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大哥 大哥 一路走好 妈呀 干吗呀 干吗呀 你让兄弟们过来 参加你的追悼会吗 是啊 搞得这么英语干什么 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快乐 拜托你快乐一点 好吗 是啊 顾少 你真让我们看着多难受啊 你也高兴点啊 我开心不起来 怎么了 小嫂子跟你生气了 如果是生气就好了 她说她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 还不是她那个表姐搞的鬼 我觉得吧 小嫂子可能就是 吓唬不吓唬你 你是谁啊 顾少爷 钻石男 一个正常的女人 是不会给你提出分手啊 离婚的这些事的 你不了解她 她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 管她一般不一般 她就是个女人 女人生气的时候 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嘛 你不要跟她计较 也不要跟她生气 等这些事情慢慢地过去 她就把离婚这茬给忘了 对啊 顾少 你看你来都来了 小嫂子今天难道也不管你 不如 你今天就当作你的单身派对 让兄弟来操办 兄弟我 定把你的追悼会 变成一个大派对 这是我的房间 凭什么你睡床啊 那我也不是睡沙发长大的呀 好 我再让你一次 床 一人一半 但是你不许性骚扰我 当 世界变得 越来越浮躁 当 身边的 朋友 越来越少 但你 依然 是我 最坚守的好 也是我 治愈的药 当 生活变得 越来越无聊 当 开心的日子 越来越少 但你 给我 最温暖的怀抱 也给我 最阳光的笑 感谢 感谢曾经有过 那么 多 争吵 才换来 如今 彼此 欣然相互 依靠 有那么多的人 来了 又去了 那么多 那么多 缘分相聚又三条 感谢曾经有过 那么多 互相 锦西 锦西 快就叫救护车 行了 我答应你 以后不会再理他了 我顾锡城 除了自己的老老婆 不会再跟别的女人 有任何关系 繇求她 替 говор谈她 crosLiv 李永和姨 的是 港台 饭吃的 艺 wanted 你来啦 你来啦 又不烦 我去 我去这儿再去拿自己拿 来 顾锡城 看我 开心一点啊 开心一点好不好 现在没有人管你 没有人管你做任何事情 没有人 没有人 我很开心啊 你们玩你们了 我和我的 没看出来啊 顾绍现在的心 已经和小嫂子 紧紧地拴在一起了 对 小嫂子很好 非常好 都知道她很好 可是 孟涵 让我看看 有孟涵好看吗 小卿 你小卿好看吗 当然人者见人者 只者见人者 无人们 无人们 谁告诉我 这个屋子里 最性格的 最帅的男人 是谁 无人们 好 那么现在请姑娘们各显其脑 如果谁今天晚上 可以把顾绍逗开心 那么 楼下那辆车 就回你了 顾绍今天杯酒吧 喝了这杯酒 只能把所有班的都忘掉了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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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顾绍讲个笑话吧 没有 顾绍听了肯定会高兴的 停 停停 大家都走开 干吗呀 让开 没见到顾绍不喜欢你们吗 不理你们吗 顾绍就喜欢我这样子的 让我按看你的咯 顾绍 来吧 来吧 喝一杯 一醉解千愁 一醉解千愁 好 这句话我喜欢 喝一杯 喝 吴家麦 敬 一醉解千愁 干杯 好 解千愁 一杯 一醉解千愁 那个人是谁 为什么会知道我做的那些事 他想干什么 如果让顾绍知道我做了这些 不行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来 师叔 还有最后一杯 来 喝完 喝不动了 喝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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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喝 顾绍啊 今天晚上开心吗 开心 非常开心 开心啊 嗯 那等会儿你去哪儿呢 去 你 你 你干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啊 别跟我动手动脚啊 哎 顾绍 什么 你说锦绍以前留下的地址没人 是 所以无法联系上少夫人 你赶紧派人去找 一定要找到锦绍 不能让西城啊 就这么跟他分开 是 老夫人 是 这些天少爷心里也很难受 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 还喝得烂醉 您 不要管他 人要不失去啊 就永远不知道 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次的这件事啊 对他也是一次教训 你赶紧去吧 是 是 对不起 您看里余额不足 不好意思啊 这段时间没出去工作 医药费都不高 这可怎么办的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 再接近顾西城了吗 谢谢你啊 小薇 跟我客气啥呀 加上了这些 护理费够不够 还差一个分 我想了半天 我实在憋不住了 你为什么不去找贺锦西啊 怎么说你们也是 同一个妈生的 于情于理也不能 让一个人承担呀 我不想跟他开口 有什么不能开口的 你现在不是手头紧啊 找他借钱 又不是其他事情 是为了你骂 你听我的 你必须得找他你知道吗 是为了你 是为了你 军哥 我都喜欢 喜欢就买 喜欢就买 适合你 服务员 除了这个小毒药 那个小毒药 其他的啊 其他的都给我包起来 军哥 你对人家真好 是不是 等一下 我接个电话 喂 你找我干什么呀 我们见个面吧 我有点事情要找你 陪我见面 我哪有空跟你见面 问我吧 真爱电话 我们家一个亲戚问我借钱 特别烦啊 是这样 大 coat心的帮忙吧 下一个部门 顾总 上个月咱们总的来说还是盈利的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相对的开支咱们大了些 哪方面 主要是采购方便 长副总 希望你引起重视 散会 找我来干吗 说吧 你能不能 借我点钱 借钱 你堂堂顾家上奶奶 你问我借钱 你借钱都是顾家的 跟我没关系 我不能碰人家借 你就是用这种 吃金钱为粪土的姿态 把顾锡城迷惑出来 可这些在我看来都太虚伪了 你觉得我虚伪 我今天问你借钱 是要给妈妈交护理费的 这几个月我住在顾家 没有时间出去打工 剩下钱不够了 当初是你说的 要把妈妈带到另外一个城市 去看病 可最后呢 连医院都没有换一家 你是个骗子 苏妍希 到底谁是骗子了 顾锡城把我赶出顾家了 我现在想回顾家 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都是因为你 霸占了原来属于我的位置 你把顾锡城迷得神魂颠倒 你现在问我借钱 我只想说一句话 一分没有 我一分钟 好 也是我治愈的药 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 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 当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 也给我最阳光的笑 跟我回去吧 剑西 你等等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让她有机会接近我 但是我跟她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 请你相信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想好了 顾兴长 我们两个还是分开来 不 剑西 我已经把她赶走了 现在没有人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这两天我一直在找你 一直在联系你 我很担心你 你知不知道 我不能失去你 别再说了 顾兴长 你们两个人已经结束了 你们两个人已经结束了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剑西 剑西 你告诉我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我跟苏妍媳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我向你发誓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顾兴长 我不想骗你 我不想骗你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 不信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你会后悔的 不 我不会后悔 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是我这辈子要等的人 你不想骗你 从你带我去国务院 我们一起去跋山 一起看星星 难道这一切你都忘了吗 是你改变了我 你改变了我的人生 是你让我知道 原来生活这么美好 是你让我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爱 这一切你都忘了 有那么多争吵 才患来如今彼此些人 这所有的爱 你都要放弃吗 有那么多的人来永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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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愿来永远去 也没有爱你 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 才患来如今有三条 回憶割捨不掉 願我的幸福成為你的驕傲 以為你的好別人給不了 以為你的好別人給不了 你怎麼不接電話呀 沒什麼 一個騷擾電話 那趕快去床吧 要吃早飯了 您好您撥打的電話 正在通話中 請稍後再撥 對不起 顧喜成 你別給我不知好歹 奶奶早 早 奶奶早 早 請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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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你身為顧家的少夫人 一定要記住 以後無論遇到什麼事情 一定要盡到自己的本分 懂嗎 我明白了奶奶 奶奶 還有你 我怎麼了 你怎麼了 我這把老骨頭啊 早晚要被迷惑惑地氣死 你以為媳婦回來你就沒事了 那公司裡的事情你就不管了 奶奶 我不是一直在管嗎 那就管哪 那就糟蹋 前幾天公司理事來跟我告狀 說你撬了自己項目的會議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都幹什麼去了 奶奶 這麼豐盛的早餐您趕緊吃吧 別為了您這個不孝的孫子 破壞了您的胃口 好 錦西啊 以後如果再有人在我面前 告錦成的狀 那就不是錦成的問題了 那就是你的問題了 你知道嗎 我明白了奶奶 吃飯吧 奶奶 我顧錦成犯的錯 我自己承擔 跟錦西沒有關係 我不吃了 上班去了 你這孩子 我沒有說你什麼呀 走 錦西 這孩子 脾氣是越來越大了 我都說不得了 先生 先生 這是哪圓彎嗎 是是是 不是 他怎麼在這兒 我現在的樣子已經改變了 他應該這麼出過 小姐 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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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這個啊這是蘭月灣吧 對啊 你見過這姑娘嗎 這這不是錦西嗎 對對對 那請問您是 是 這是我女兒 我是她爸爸的 原來是伯父啊 嗯 你找她呀 對對對 您能告訴我她住幾樓啊 錦西她現在不在這兒住了 你要帶我去哪兒啊 去公司 一會兒你在樓下喝杯咖啡等我 你之前不是一直特別討厭去公司嗎 那是以前 但是現在 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解決一下 看我幹嘛 沒看 你明明看我了 我看的是你旁邊那棵樹 你 你幹嘛呀 你不是要看樹嗎 我讓你好好看看那些樹 小姐 我們現在是在大馬路上 你後面還有好多車呢 這麼做很危險的 我樂意 怎麼了 那 那你高興你也不能 把別人的路給堵了呀 對了 我還沒問你呢 這次回來 你高興嗎 你這樣 你現在先開車 開車我就告訴你好不好 你先說 我再開車 你幹嘛呢 高興 那是一般高興的 還是特別高興啊 高興你還有完沒完啦 高興 高興我就開車 高興我就開車 喂 喂 西程 是我 有什麼事跟我的秘書說 喂 是誰是誰的電話呀 你今天早晨接完電話還是這個表情 是誰打過來的不能說嗎 我接了那麼多 我說 你說的是哪一個呀 不是 你說這個賀錦希她現在不住這兒嗎 對啊 伯父 你不會不知道錦希她已經結婚了吧 她結婚了她跟誰結他 她有沒有錢的呢 不是 我是說她過得好不好啊 那個 那個那個人幹什麼的呀 伯父 您放心吧 錦希她過得特別好 她現在已經飛上枝頭當鳳凰了 不是 這個人到底是誰呀 神龍集團的太子爺 顧錫成 是瞎吾嗎 顧錫成呢 來沒來 老李啊 顧錫成來了 你就少說兩句吧 畢竟這個公司是人家老顧家的 你就是到她奶奶那兒是告狀的 弄不好那可是搬起枝頭打自己的腳 我管她是誰家的呢 反正我知道 顧錫成就是他們顧家的敗家子 我要不是念著她爺爺曾經對我有恩 她捅的那些娄子 我才不幫她批 李叔你找我 什麼事啊 你們家人沒交過你 進門之前先敲門 看看你什麼樣子 李叔 我從小就沒了爸媽 是奶奶把我帶大的 你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奶奶沒把我交好了 你 你 來來來老李 來 錫成啊 老李他不是這個意思 你知道的 老李這個人脾氣不太好 可他一心一意都是為咱們公司好啊 劉叔 你這句話我就不愛聽了 老李去我奶奶那兒告狀 是為了這個公司好 那麼言下之意 我就是這個公司的害群之馬了 不不不不是這個意思 這這怎麼說 老劉你什麼也別說了 憶成啊 你今天你是怎麼了 不好好的待在家裡養孫儲優 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長城電子公司的合作合同 這 剛才李叔說我捅的娄子不幫我補 好 我捅的娄子我自己補 但是我要警告你們 不管你們在公司以後 支持常志成還是我 有什麼意見可以直接跟我說 不要搞小動作 你 全是他奶奶給灌壞的 我不管 我不管 今天我一定要見到你們 你們總裁 先生要見總裁請您提前預約 預約 知道我是誰嗎 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幹什麼 放開我 幹什麼 幹什麼 我看上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看上 別動我 你們誰敢碰我 你們總裁是我女婿知道嗎 你們敢碰我看看 他到底知不知道我們總裁是誰 竟然跑到這兒來亂盼親戚 誰不信 我告訴你們 你們總裁是我女婿 賀女婿是我女兒 你們敢碰我 你們敢碰我 我讓你們總裁傳給你 傳聞中 賀錦熙不是出生在書箱石家嗎 他總 怎麼會上你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總裁員好 抓住 你誰你啊 總裁員好 總裁員好